经典电影 这个杀手不太冷 尾声有这样的一幕 警方封锁了大厦 以催泪弹和炸弹 围捕杀手Leon 走投无路的Leon 心生一计 激昏了一个警察 穿了他的防暴衣和防毒面罩 在爆炸的现场 举起求救的手 因为他确实受了伤 于是警察就以为他是 受伤的同袍迅速开路 扶他离开大厦 想起这一幕 因为总是觉得 何敏田加多利山的黎智英大宅 随时会重演类似的剧情 圣诞前夕 刚刚保释回家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 这几日 家门口很热闹 除了记者之外 还有连日来来去去的奔合 包括李柱明 陈日军 何俊仁 李永达 林卓廷 杨森夫妇 以及几个一传媒的高层心腹 据报道 他们是去到黎宅开圣诞party 离开的时候 人人都拿着一个 疑似圣诞礼物的红色大袋 用电影条段来思考 这几日车轮转地出入大宅的奔合 其实是烟雾 令人觉得黎智英仍然在大宅里面 昨日 一周刊的前社长杨怀康 在《苹果日报》写了一篇文章 题为《黎智英的谦卑》 他在里面这样说 他说黎智英为了读懂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海耶克的巨著 通往奴役之路 他是这样下苦工的 他说 黎智英桌上有好几公斤重的 英文卫士大字典 还有几本中英文的字典 多少厂佬会有这些牌切呢? 应该不多吧? 即使仰慕海耶克这个人 多少做生意的能够废神去耿这些硬著作呢? 到头来 其实都是个个人取舍 黎智英扬言没有碰过半只麻雀牌 也没有唱过半句的卡拉OK 一个人为了读懂一本书 而放弃所有的娱乐 这种人会在难得的几日自由时间 开party庆祝尋宽作乐呢? 还是说会在握时间去报处他的 惊天大逃亡呢? 法庭的保释条件 没有赋予警方权力去搜查 所有出入泥宅的车辆 你怎么知道 他会不会藏在其中一些 奔客的车上逃走呢? 派到完了五六架车一起走 你跟得哪一架? 即使被你发现 黎智英在车上 他都可以辩解说 我去警处报道而已 警方大概一早已经想到有这一着 这几日一直在加多利山的出入道路 设置查车的路障 防止黎智英潜逃 不过要逃总是有办法的 譬如可以制造一场小火 找偽装的消防员你都够换 黎智英身材高大容易认 但如果他穿上防火衣 戴着个防烟面罩呢? 混在一大班高头大马的消防员里面 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 好像这个杀手不太冷的情节 其实真是未必无可能的 有朋友说 警方不单只要设路障 还要留意些市区的出口 再要守好所有的走私码头 其实想想 与其挥神挥事去提防这个人逃脱 不如就好像人民日报所言 既然香港法院管车有困难 就由国家来他管吧 港区国安法第55条说明 案件涉及外国或境外势力介入的复杂情况 特区管车有困难的时候 就可以由香港国安署行使管车权 简然之 就是香港搞不定 就由国家来查办 黎智英好大都是一个国家级的嫌犯 由国安署出手 直接送上内地去拘押和审理 免得夜长梦多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你按like和share给身边的朋友 想收到我们最新的影片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和按下个铃铃呀 多谢大家